Yay! 今天我們來試試這個富士的SXS10 因為呢 這部機就出現發熱的問題 然後死機 關機關不了 這個介面沒有跌到下面 然後全部都沒有反應 聽不到知道拍不到照 那我們試一下 他今天會不會出什麼事 然後 希望他沒事 他第一天買了台機之後 沒有用過 第二天 一開始用 用了半個小時 就過熱了 之後就死機了 現在是6點12分 晚黑的6點12分 看看會怎樣 這部機表現 嘩 它這個色彩呢 富士就真的 就真的漂亮 隨便拍都有 嘩 隨便出片 拿過來 嘩 有巴馬仙 又不走巴馬仙 差不多了 5分鐘 10分鐘 就已經感覺到熱熱的了 我來賣一下廣告 我來賣一下 有色彩的相機 就像自帶後期一樣 它的快門聲呢 聽起來算是 比較遠一點 這個眷光是有一點點的 可能是UV鏡的問題 因為這個UV鏡 就 其實還好 光學東西 真的是一分前一分後 真的 這個定朝鏡 就拍不到 樹後邊的東西 隨便拍都是 港風 我們以前說這裡很小 哪有這麼大 那些花板一直移動 可以嗎 那些花板一直移動 可以嗎 有 今天呢 我們就不要說 來 要什麼拍照質量 純粹試一下它的機 沒有發熱的問題 這裡很可風 後期比黑化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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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去那邊 我們想去那邊 但是 上來的天橋 是過不了去的 難道我們要在這裡過去 怎麼過去啊 這裡 在這裡 要在那裡過馬路 然後去那邊 這裡可以啊 有拍到車 這個就是珠江橋的入口 哎呀 這個自動對焦 那個花我麻煩 這花我麻煩 好 好 所以 這花我麻煩 很有電影感 富士的色彩真的不錯 這裡很有日本感覺 走回去過馬路 你看 好啊這個 樓上走 去買這套 嘗嘗 現在氣溫 現在氣溫32度 走 好啊 真的明顯感覺到有些發熱 說真的 特別這個位 還有阿病這個位 這個位是 是 有些感覺到是大概可能30 可能40度左右 應該40度左右 暖暖的手 給我看溫高一點 好啊 我們隨便拍一下 這條是飛機動車道 那我們就走出來拍一下 回來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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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攝後面的光是好看的 但是我沒有 zoom lens 現在跟剛才差不多 都是40度左右 都不太覺得出現卡機的情況 可能真的跟氣溫有些關係 現在大概拍了20-30分鐘 肯定不到30分鐘 20-30分鐘左右 好涼爽 嘩,這裡不錯 噢,有車 上面有地址 峨潭灣 嘩,這個雲 其實已經很久沒有天氣了 你有沒有發覺呢 廣州熱了之後呢 天氣好很多 對,很怪 其實是否有關係呢 不知道 是否有關係呢 定朝其實就不用想太多 說真的 因為你手上只有一個鏡頭一個焦點 你所有的東西都要 有時候 有時候我就強迫自己用50 但是有時候 有時候真的 Zoom去到70 風光攝影 放在這裡可以發個晚滿 風光攝影肯定要收光圈啦 隨便拍 涼爽一點好像真的沒什麼問題 嘗試這個按下去 這個按下去 它是可以放大 給你看看你有沒有對焦成功 哦,是有點卡卡地 因為它是放大了 對焦 很涼爽啊 嘗試一下 嘗試一下 喂,幫你拍照呢 3,2,1 3,2,1 說這些? 你看它自動追焦 都追到你啊 都知道我在拍你啊 換個動作 換個動作啊 OK哦 又可以換頭像啊 來來來來 和它合照一張 不是 我和... 對了 哎呀 光圈太大了 看不到後面 哈哈 又挺漂亮啊 還是很興奮 剛剛又興奮了不少 好,現在嘗試連拍 看看會不會 過熱先 嘩,掉光了 掉光了 305 是什麼意思啊 這個 噢,這個燈在閃著 即是在搭 怎麼這麼長呢 今天呢 其實就沒有什麼 說創意的東西了 就是隨便出來 測試了那部機 我覺得呢 前幾天它用會卡機 可能是 竹瓶的 這些 對焦的東西 好像這些 然後就取消的時候會卡卡 或者開始的時候會卡卡 這樣的東西 然後 可能是這個位 這個又不知道怎樣 控制這個的時候呢 它是可以這樣放大來對的 這樣 就會卡卡 這樣就會卡卡 其實我覺得是正常的 OK啦 那就 隨便試了一下 這部機 我覺得呢 是 好用的 色彩是挺香的 但是 其實你說真的 你沒理由一直用一個 但是這裡有這麼多個通 可以讓你玩 你又可以 有時間去玩 這個鮮艷 黑白 幫你拍了黑白照 怪怪的 為什麼要說幾聲 OK啦 那麼 今期節目就到這裡 就這樣 拜拜 跟一堂 有錢 我們在這裡 我們一起拍照 好嗎 我們來拍照